咦 怎么猪咪咪突然唱起国歌来了呢 其实啊 猪咪咪是大马医保人 今天受邀出席Nagaraku Orando短片比赛的记者发布会 为了证明自己是地道的大马人 猪咪咪便在活动上轻唱了一小句 配合我国60周年国庆 Orando公司特别举办了短片比赛 开放给所有大马公民参与 比赛需要以Nagaraku为主题 而首奖更可以获得6万令吉的奖励 当初为什么我送一套房子给李仲伟 因为当那一天李仲伟跟铃铛比赛的时候 我看到街边没有人了 全部人都回家 只是一个目标要马来西亚赢 所以我希望我们办多一点活动 可以使马来西亚人更加健康的思维站起来 为国家宣扬全世界 跟人家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合格的国家 此外教育部副部长张胜文也说 希望国人可以抛开凡人的政治课题 全心全意欢迎我国60周年国庆 我想今天的马来西亚人很累 我们打开报章 打开社交媒体 非常非常的累 每件事情都像政治扯上关系 那么忘记的事情的原本的真相 包括你说在教育的领域也好 一个事情本来是很单纯的教育课题 但是因为参查了政治 它就变成非常复杂 它让人家看不清楚 到底它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那我们要怎么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60年庆祝国家的独立 把宗教 种族 政治放一旁 这个是我们国家 我们一起来关心的 不要让政治的色彩 蒙掉了我们的缤纷气彩的国旗 参赛者只要在6月10号的截止日期之前 将作品透过电邮传送 或亲自交给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会在8月28号之前 公布获奖者 预知更多比赛详情 可以浏览Orando网站或者脸书查询